大家好 我今天来炖一个牛兰 那这个牛兰我之前是有煮过就今天炖法又不一样 就是不要去炒水就是买回来你直接用清水泡了三次五次 把它写水全部泡掉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就是放入 几朵香菇 香菇是泡花过的 然后有一包的冬菇 炖牛兰一定要冬菇 还有一个就是材料还有一个就是这两根这个 生药 生药很贵哦 你看这一点点就差一点10块了 好了 生药是最后才放我们就不着急 现在我已经锅里放入温水 记住哦一定要温水 这是当归 然后这是一斤七两的牛兰 放那几片当归 这下我要直接放牛兰了 牛兰不要说是大块 它薄 一会煮了也会缩水 很简单但是这样煮会很美味 这样煮出来没有那个血沫水 都浸泡掉了 你看 这一滴就都浸泡到这个样 然后放入香菇 这是泡花好的香菇 盖锅 这下盖锅 那个生药等到这个牛肉炖的差不多 我们再来放生药 现在生药我也不拔皮了 就一会儿我自己弄 现在炖牛兰就是这么简单 朋友们 我盖锅盖了 等到放生药的时候 再给朋友们看哦 牛兰炖的差不多了 我这下 放生药 刚刚跟朋友们讲过 你看炖出来的汤汁就这样子 就是说买来的牛腩一定要 那个浸泡 把血水全部浸透完 然后汤汁就这么漂亮 我刚刚说这个生药9块5 我切完数一数 这一口就是5毛钱 这生药 不知道你们家乡的生药有这么贵吗 我这超市里来买的 但是这个生药品质不错 好粘哦 你看 好 好了 这下生药炖好了 待会儿再 跟朋友们 啊 给朋友们看 你看 炖出来就是这种 啊 没有那个血沫 好了 看看 买味的牛肉汤 好了 我这下放盐 放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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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锅放 放10元 调一下味 牛腿 牛腿有点大块 然后少许的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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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给你们看一下 给朋友们看一下 今天的牛腩好大块呀 我还放了几朵香菇 我还放了几朵香菇 它没超过水 炖出来的汤汁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最关键的你们要记住 买回来的牛腩 一定要用清水浸泡 可以洗三片五片都没关系 给它洗到没有血水 这样炖出来的汤汁就是这样子清 好 这样的美味 谢谢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一路的关注 喜欢我的作品 请继续关注哦 再见